今天要介绍阻尼震荡 Dempt Oscillation 但是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这么一个环境 完全没有阻力 比如说一个弹簧在没有摩擦的桌面上面震荡的时候 即使是在空气里面 空气对它没有一定的阻力 那么这个阻力呢 通常都是跟它的速度大小成正比 而方向跟速度相反 因此我们现在就看 假如这个物体 它在这个位置做剪斜运动 这个是它的平衡位置 当它在这个位置X的时候 以前我们说过 如果没有阻力呢 它就只有这个力量 这个力是F 等于负KX 负KX 但现在有阻尼的时候 有阻力 一般这种流体 在流体里面的阻力 比如说在空气里面 一个物体在水里面 或者在油里面 移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阻力 这个阻力是跟它的速度 速度大小成正比 而方向要相反 比如说它往这边拉的时候 这个力量是往这一边 这个阻力我们用FR来表示 它是等于负B B B是一个常数 跟这个流体的特性有关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物体 它现在受的 这个X方向的力 SigmaF SigmaF X 以前我们是只有 负KX 现在呢 多了一个负BV 这是力的来源 它的结果就是 质量乘上加速度 假如这个物体的质量是M 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整理一下 它就可以变成 D平方X overDT平方 加上 B over M V呢 可以写成DX over DT 然后再加上 K over MX 等于0 我们以前的减歇运动 是没有这一项 就是这个 这是减歇运动 现在多了一个 这一项 它的运动状态是什么样呢 因为各位还没有学过 微分方程 所以我们不去解它 我就直接把这个Solution 这个解写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说 这个是指 它的解 是等于 A 也就是它的正符 它多了一项这个 本来没有这一项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一项 那么只有这个 这个就是减歇运动 它的正符 没有这个的话 这个等于1的话 它正符就保持A 然后呢 做 震荡 但现在多了这一项呢 就表示说 它的正符要乘上这一项 这一项呢 是谁做时间的增加而减小 因为它是Exponential的Fu B over 2MT T越大的话 这个值越小 所以它的震荡啊 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是Exponential的Fu 它震荡起来呢 它是这样子 它的正符啊 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 它是远到这一条路 这条线就是Exponential Fu 2M 分之B的T 它是这样子 慢慢减小 这个是 有阻尼震荡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好 现在我们 再来看看 它的Omega 也不是原来的Omega 它的Omega 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指的Omega Omega 等于这个 Omega 是这个 好 那么这个Omega呢 它前面的这一项 K of M 就是原来 没有阻尼的时候 没有阻尼的这一项的时候 它的一种震荡的频率 叫频率 那么Omega 它是等于 根号 K of M 这个就是它原来的这个频率 我们称它是它的自然频率 Natural Frequency 好 现在我们看了几种状况 几种状况 比如说 那么B 就是BV BV 小于它原来的这个 最大的 最大的谈理 小于最大谈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这是主力了 这是FR 这个时候的震荡 因为主力很小 我们称它叫做低阻尼 较低的阻尼震荡 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Underdamping Underdam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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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震荡是这样子的 它的震荡 就相当于这个样子 就相当于这样子 因为阻尼很小 它只是会影响它震荡的频率 OK 这个是这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就叫做Critical Damped 它的阻力很大了 等于它的最大的弹簧的恢复力 F2 等于BV 等于Ka的时候 这叫低阻尼 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灵界阻尼 这个时候是灵界阻尼 叫做Critical Damped Critical Damped 就是它呢 从这个地方震下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叫做曲线A好了 曲线A 如同A A曲线 如果是灵界阻尼的话 它是 它要震荡下来 但是到了快要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静止了 因为它阻力非常大 它不会这样的Ocelate OK 这个是B B曲线 第三种呢 就是高阻尼 我们先写条件好了 F R 等于 BV 要大于Ka 哇 它的阻力比这个弹簧的拉力 恢复力还要大 最大的恢复力还要大 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 较高的阻尼 这叫做overdamped overdamped 它的一开始 比如说你拉到一个距离 一放手啊 它的阻力比这个拉力还要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震荡 就是像这样子的 慢慢慢慢 剪就剪 剪到这里就停止了 停止了 它回不来了 因为它阻力 比它那个 拉力还要大 那么 这是 C曲线 OK 这个是我们介绍的三种阻尼 好 那么 我们空气里面呢 都有阻力 那么你要一个系统 持续不断的震荡的话呢 你必须要加一个外力 去推它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当鞦韆的时候啊 你让鞦韆当得很高 然后你就不去推它 然后你就不去推它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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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鞦韆就会 政府越来越小 最后呢 禁止 你要它一直荡下去 那你必须要推这个鞦韆 对不对 你要加一个外力去推 而你加外力去推的时候啊 不是随便乱推啊 不是随便乱推啊 你必须等到这个鞦韆到了最高点 快要回去的时候 轻轻推它一把 它就当回去 等到再回来的时候 再轻轻推一把 你不能说 它当到最低点 你用力这么一推 出去了 人出去了 这个鞦韆呢 只剩下空架子 所以你 你施力呢 要配合它震荡的频率 震荡的频率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加一个力 让它做强迫震荡 好 我们现在介绍强迫震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所所事于的力啊 它原本只有这个力 这是主力 然后再来 就是弹簧的恢复力 现在因为有阻力 它的amplitude会越来越小 就算是低阻力状态 amplitude越来越小 我们必须加一个periodical force 我们就加一个这样的force 加一个这一项 它才等于ma 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我们比较熟悉的形态 d平方x over dt平方 加上b over m 再加上k over mx 要等于f0 sine omega t 这也是一个微分方程 各位也没有学过 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解它 我只把它的solution写出来 它的solution 它的solution是这样子的 我们写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只要讲 是这样子的 我只能有点 我只能够 它们有点 我只能够 它们有点 是这样子的 它们 它们 都要 都要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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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态看起来好像就是以前的减斜运动 但是它里头的A不是个常数 它的正乎A是这样的一个 正乎A A它是等于 F0 over M 好 这里是Omega平方 减掉Omega0平方 再加上一个B Omega over M的平方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里面的Omega0 它是等于它的自然频率 自然频率 好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这个正乎 正乎 好 我们做一个图好了 画一个图 这个是Omega 好 这个是正乎 好 这个是这条线 代表Omega等于Omega0 就是你apply的这个外力 periodical external force 它的频率跟它的自然频率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看到 当B很小的时候 B非常小的时候 当这个值 这个几乎 你看这个 现在只有在这里 Omega等于Omega0 这个地方都不等 好 那么当D的阻尼的时候呢 它的曲线是这样子的 好 比圣小的时候 好 当Omega0 在Omega0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peak 这个时候就是共振了 就是Omega等于Omega0 就是它的共振状态 你外加的Omega 外加的frequency 跟它自然的frequency一样 好 B再大一点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B 这个B 较大比这个大 OK 好 比更大的话 那么 就是这样子 好 如果B等于 不是 我讲错了 这个是我写错 正好写反了 B顺大 B较大 B更大 那么如果这个B值 如果B值等于零的话 B值等于零 这个又等于这个 那这个分母就是零了 对不对 那整个变成无限大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 我这画的不好 变成这样子 这个时候啊 一下子 Ampute变成好大好大好大 就说又没有阻力 它本来就可以震荡 你现在又加一个力量的话 它这个Ampute 它这个系统就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 能量越大的话呢 它的Ampute就越大 因为能量是跟Ampute的平方层正比 所以它Ampute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危险 比如说你的一座桥 它有它的自然频率 自然频率 如果你在上面走路 你是一队的军队在那里走 你用正步走 很危险 因为假如你这个一步一步 就跟它这个自然频率周期一样的话 你没踩一步啊 就能桥吸收的能量就大一点 没踩一步就大一点 最后它的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桥就断掉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强迫正当 我就不多讲了 最后我再介绍一种 剪邪运动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非常的有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 它的转动惯量 对欧点的转动惯量 它是二分之一mr平方 那么这根弹簧是k 立常数是k 那么现在 我们把这个 这个地方是有摩擦力 它没有滑动 是没有滑动的一种转动 现在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弹簧原来的长度 原来的长度是l 我们把这个拉开 从原来的长度拉长以后 从静止开始释放 问这个系统 就是你这个圆柱体 它在滚过来滚过去 它的震荡 是不是减邪运动 如果是减邪运动 它震荡的周期是多少 你这个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我们假定弹簧的圆长在这里 原来的长度 x等于零 你现在把它拉到x的位置 拉到x的位置 你那句话要讲 我就不写了 就说我用外力 把这个圆柱体 拉到x等于x的位置 从静止开始释放的瞬间 写下来 我告诉你 我只用讲的 但是你们要做题目 要干什么 一定要写出来 让人家知道 在这一瞬间 我们看它的外力是怎么样 我们就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外力 它有mg 这是它的重力 还有什么 还有向上的normal force 平面给它的normal force 然后平面呢 还有弹簧 你拉到这边来 弹簧就要往这边 elastic force elastic force 那这个圆柱体被拉到这一边 它这个轮子要这么拉过来 所以它有一个摩擦力 往这一边 这个是static friction 你要把这些外力都画出来 然后我们要看它做什么运动 就看它的力 就看它的力 如果它是移动有改变 那么就是要看合力 如果转动有改变呢 我们就要看它的合力举 那现在这两个都有改变 这个圆盘的直心在改变 运动在改变 圆盘绕的直心转动也在改变 所以两个都要用上 好 现在我们就先用这个动力学的方法 有两种方法可以 可以做 有动力学解质 就是有牛顿第二定律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 sigma f sigma f 我们把这个当做x的方向 sigma f呢 有哪几个力啊 这两个 这两个 它就是往x正方向的static friction 减掉f elastic force 这个要等于什么 等于ma acm 它的这个加速度 这个时候加速度啊 是往这一边 我们把加速度也画出来 a 就用a好了 它等于m-a 因为这是一个向量式 a是往那一边 第一是 因为这个里头这个不知道 好 第二个 我们先说这个f elastic force等于什么呢 f elastic force 大小 现在这里已经方向已经进去了 负号好 所以就在大小就好 对于kx 好 然后我们再用 sigma torque sigma torque我们用哪一个呢 因为这个f 我们没办法求出来 它不是最大净摩擦 也没有告诉你 这两个 就是圆珠体跟桌面之间的摩擦系数 也没有告诉你 你不可能求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fs把它削掉 因此我们就取这一点 sigma torque about o 对这一点来讲 这三个力都经过这一点 所以没有力矩 只有哪个力有力矩 摩擦力有力矩 所以它的力矩 就等于fs乘R 这是tok 这个力矩 这个力矩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alpha alpha跟力矩要同方向了 alpha r cross f 这个方向 所以alpha也是这个方向 ok 它要等于i or alpha 好 这个 我们当第二次好了 好 这个 第三次 我们再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等于 二分之一 mr平方 这个alpha跟a有关系 a是等于r alpha 这个alpha跟直星的这个加速度有关系 因为整体是alpha 那么直星绕这一点转也是alpha 所以a呢 所以a就等于r alpha 因为它没有滑动 我们就解这几个式子 解这几个式子 我们呢 把这个a跟25 2 2 4 5 带入 第三 带入第三 我们就得fs x乘2 要等于 要等于 2分之1mr平方 然后alpha alpha是等于 a over r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r 约掉 所以它就等于 2分之1mr mr fs 这个2先不要 就4 5带入它 现在这个是第60 就是 好 我们把r6 带入 第一是 fs 就是这个 这也叫f elastic force 好 要等于 i0 等于这个 负的 m a 好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 2分之3 m a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平方x over dt平方 ok 这里好像 插了一个 符号 是负的 这个拿过去 这个 拿过来 等等 这插了一个符号 应该有一个 kx erfangy mpp 等等 fs 我把这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 加的 这个地方 fl 我把这个东西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取 这个是一个正值 符号在这里了 它必须是正的 x等于 在这一边的话呢 x跑这一边 它的 方向是 在这一边嘛 所以我们 x是负的话 它必须负负得正 x是正的话呢 它就是负的 朝这一边去 就是说 它这个力量 跟x呢 是 大小成正比 方向相反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改成 这个 这个就负负得正 OK 好 这应该是正的 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这就是减血运动的一个标准 如果它的 Omega平方是等于这个的话 那么 运动 为simple harmonic motion 它的震荡的周期是等于2π over omega 2π over omega 那么就等于2π 跟到3k 这写错了 2k 2k over 3m 这就是它的震荡周期 OK 好 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做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 好 这种方法就是 我们用几件能手可以圆满 我们用几件的原理 来解 好 我们看这个系统 它的non-conservative force 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这两个是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我们不算 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就是这两个 n再加上fs 好 这两个工都是零 为什么是零呢 静摩擦 有力 但是它没有位移 有力 但没有位移 所以它是零 那么normal force呢 它始终跟位移垂直 因此也没有 也没有工 你要说明理由 n perpendicular to s 在这个地方的里头 它的ds 等于零 好 所以呢 机械能守恒 好 机械能守恒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 位能加上动能 任何一个位置的动能加位能 就是机械能 动能是等于二分之一 m 我们先写式字好了 ek 加上ep 要等于1total 总机械能 总机械能 这个总机械能呢 它是一个定值 就是机械能守恒 它不等于定值 就不是机械能守恒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能量带进去 ek 二分之一 m v平方 v就是 这个地方的v 还有转动动能 直性的动能 执行的动能 加上它转动的时候的动能 对这个转轴转动 二分之一 i omega i0 omega 平方 这是转动动能 然后再加上位能 位能就是弹簧的位能 二分之一 k x平方 好 这个要等于1total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二分之一mv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m r平方 omega是等于v over r v over r 然后再加上 二分之一kx平方 平方 要等于1total 好 把这两个合并 这个二平方约掉了 就是 四分之一mv平方 加二分之一就变成四分之三 好 加 二分之一kx平方 要等于1total 好 那么v平方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对x 对时间做微分 那么这个就变成四分之二分之三 这个微分就变成二分之三 mv dv over dt 再加上kx dx over dt 这就是零 常数微分之一 常数微分就是零 dx over dt 这个是等于v 这两个v就约掉了 这跟这个约掉了 那么这个可以写成 d平方x over dt d dt平方 再加上kx 要等于零 所以这个式子呢 它就写成这个标准的形 形态 加上 2k over 3m 这是减弦运动 是减弦运动 所以omega平方就等于 2k over 3m 那么它的震荡周期 2pi over omega 就等于2pi 根号 2k 3k over 3m 跟这边是一样的 跟这个结果是一样 就写错了 3k 3m over 2k 以前我们讲的单摆 牛摆 腹摆 跟垂直震荡的弹簧 都可以用能量 用基建能守恒来做 你们回去做一做看看 把以前的单摆 腹摆 牛摆 这些 用基建能守恒来做这看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写上去 这个一定要写 要确定它的non-conservative法做的功等于零 你才能说它是基建能守恒 然后你要把力图画出来 才好判断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